君子報酬 Audi A16 Sedan 40 TFSI 小改款A6不但採用了新引擎 新變速箱在外觀上也有所更新 頭燈採用全新設計 整體線條更銳利更扁平 並且採用T型雙出尾管 搭配新設計的LED熏黑尾燈 運動風格更強烈 剛開始坐上A6的時候 你或許會覺得 這和小改款之前有什麼大不同呢 不過只要你開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和小改款之前 的確是大大不同 首先是它的進速性變好了 也就是說整輛車變得更安靜 更有高級感了 因為它的前檔還有前座的 兩個車窗的玻璃 所用的都是雙層玻璃 可以進一步的阻絕風切聲 還有來自引擎式的噪音干擾 讓你開起來覺得更安靜更舒服 第二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採用的全新的引擎 和新的變速箱 這具2.0波爐增壓引擎 它的最大馬力輸出品 小改款之前的2.0 整整多了72匹 最大馬力提升了40% 再搭配上全新的 Extronic 7速自首排變速箱 跑起來是更過癮更帶勁 更有性能感 A6的內裝設計 不會給你一種簇擁感 不會讓你覺得東西 都一直壓迫過來的感覺 做起來是非常的開闊 非常的舒服 並且它內裝採用是真正的鋁合金飾板 這種金屬的觸感 真的是沒話說 只要再加價134選配3G Plus 就會有中文衛星導航 將手機和藍牙和車機連接之後 也有中文電話簿 以及包括中文曲名在內的音樂串流 並且還有獨家的中文聲控功能 可以用中文聲控播放曲目 第三行 第三行 也可以用中文進行導航搜尋 搜尋沿途的加油站 搜尋沿途的加油站全部 請輸入行數 想要改款後的新A6史電40TFSI 不論外型、性能或配備 都有足以KO對手的實力 在售價上 更比同級對手至少便宜26萬 君子報仇 果然來勢洶洶